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 本节课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在上期课当中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咱们城市的一个所影定位 包括我们根据右半部分一个自定义的一个C的BAR 根据我们点击位置不同来显示不同的一个城市列表信息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 我们实现当前首页的一个布局实现 你比如我们这样的一种效果怎么去排布呢 有的同学可能会发现他会跟咱们之前学过的一个List View很像 对吧 好,我们在本节课当中会使用Grid View这种布局 来给大家实现这种滑动的一些效果 并且我们实现最后有一个全部 我们点开全部 它又会来到一个页面 这里面会有一些信息 包括一些数据对我们进行显示 好,点击返回 我们又返回到当前那个首页面 这些效果在本节课当中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OK,那么我们这些效果呢 其实总体可以概括为分类列表Grid View的一个显示 那我们团购里面有很多信息 这些团购信息呢 可以分为你比如美食、电影、酒店、KTV、自助餐等一系列的分类 当然这一系列的分类给我们用户会带来很多的便利 你比如用户可以根据某一种类别直接选择他所需要的一些需求 也可以点击查看全部来到我们所有的一些列表 这些列表给我们显示出来我们要拿到的一些数据 当然我们这些数据肯定是从我们服务端进行获取 后续呢 我们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包括我们后续要显示一些真实的一些数据 并不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填中的1100 好,我们点击返回来到当前那个页面 那么大家我们要想做到这样的一些布局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去操作当前显示的一个页面 它所对应的一个显示效果 对吧 所以来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操作的 其实就是在我们Layout布局当中 有一个Home Index 那在之前当中我们只是把选择程式 包括首页一些效果给实现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下面的一些效果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RaltyLayout的下面呢 给它添加一个空降 这个空降呢 类似于咱们的一个ListView 咱们把它称之为GradeView GradeView是一种网格的一种布局形式 你比如我们给它起一个ID的名字 咱们就叫做HomeGun Navigun Sort OK我们给它来一个宽度 为Match Parent 同样呢给它来一个Hunt Hunt呢我们给它定义为0dp 为什么定义0dp 是因为我要给它来一个权重 权重我们定义为1 那么这时候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页面当中呈现的这种效果 其实跟我们ListView很相似 对吧 也有Item 也有二级的SubItem 但是呢我们要呈现的效果 大家刚刚已经在我们的Motion当中 已经看到了 它并不是一列当中直接显示的 而是分了好几列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在我们的GradeView当中 有一个属性叫做NumberClones 相当于我们要分为多少列进行排布 你比如我给它3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使用了三列形式进行排布 分别为Item1 Item2 Item3 Item4 等等一系列Item进行排布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了一种网格布局的一种效果 同样 咱们在滑动的效果当中 其实并没有右边的这一个叫做滑动条 也叫做ScrollBar 所以呢我们对它也进行要处理 我们定义这个ScrollingBar 并且给它为None 当然它有水平也有垂直 我们现在不需要就给它定义为None 同样为了美观一点呢 我给它来一个判定的属性 给它加一个内边距 我们把这个内边距都给为5DP 并且呢我给它来一个Background 背景颜色 这个背景颜色我们使用Color 定义为一个White的一个背景颜色 那这样的话大家看到的一个背景 其实就是一个白色的背景 而不是咱们之前显示的一些背景 好我们的一个布局写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对具体页面做一个实现 那我们的一个具体页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Fragment Home 这个Fragment Home 关联了一个Home Index的布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GridView进行声明 OK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使用注解的形式 对我们的GridView进行了处始化 那么它关联的ID呢就是我们刚刚起的一个叫做HomeNave-Shot 接下来我们怎么进行数据的渲染呢 其实它跟咱们ListView的用法是一样的 因为它也是AdapterView的一种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NaveShot 调用它的SightAdapter 设置一个适配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适配器 对吧 所以呢我们在下方给大家定义一个适配器的 你比如我们就叫做NaveAdapter 让它Extends我们的BaseAdapter OK实现里面的四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Adapter就可以直接Near一个NaveAdapter 那么我们在这个四个方法当中需要进行一些数据的填充 并且呢我们要对这个适配器做一个缓存的优化 那首先在进行这些操作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GetCount 其实就相当于计算需要适配的数据总量 那么这个数据总量怎么来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呢已经给大家做出来了 MyUtools这个类当中 咱们已经把一些数据给大家拿到了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NaveShort 这里面有美食电影酒店KTV自助餐 这一系列显示的一个文字 匹配的就是在我们这个APP的页面当中显示的一些文字 那么同样的这里面还有它对应的一系列的图片 我也给大家拿到了 那么有了这两个数据源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你比如Short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调用MyUtools 拿到NaveShort 调用它的一个Lens长度 同样我们可以不用处理这个GetItem 以及GetMid 后续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去处理 那么GetView方法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一个布局文件 转化成 在ConvertView为空的时候 将布局转化成View OK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添加一个缓存的一种优化 也就是定义我们的ViewHolder 来附用我们的ConvertView OK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这个GetView方法当中 已经把咱们的一个缓存优化 打的这个Tag标签 MyHolder 做了一个处理 我们在下方呢 已经声明了一个MyHolder 关联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呢 正好就是我们 定义好的一个叫做HomeIndex 跟NaviAtom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布局 样式也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图片 下面放着一个TagView 上面是一个ImageView 下面是一个TagView 布局 布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将这个布局文件 在我们ConvertView为空的时候 转化成对应的一个View式图 并且我们使用注解的形式 给它进行初始化 同样我们在这个ConvertView当中 给它打标签 那么同样当我们的ConvertView 不为空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已经呈现了 我们的一个Atom图像 在进行滑动的时候 我们就不为空 那么我们就取出来 当前的一个标签对象 Hold对象 并且在这里面呢 同样对它们进行一下复制 对我们MyHolder当中的两个属性 一个TagView 一个ImageView 进行一下复制 最后再将我们复用的 这个ConvertView进行返回即可 那么这样我们就做到了 Atom对应的View的数据渲染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渲染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效果 那么针对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操作 你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后我们有一个响应的事件 你比如我们再点击这个全部 就是位于我们最后一项全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页面类型的一个跳转 好 怎么监听住我们的一个页面类型的跳转呢 其实它还是在我们GateView方法当中 进行处理的 比如我们在这个GateView方法当中 如果if 咱们来写一下 选中的如果是全部 全部的话 那么怎么判断它是选中全部呢 其实是根据咱们的一个position的一个索引位置 如果position的一个索引位置 等于谁呢 等于咱们myutils 我们定义好的这个工具类当中 如果拿到的是咱们navgon short 这是我们那个sql类型的数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sql类型的数组就放着我们所有的一些数据 同样我们在这个 home页面当中的自定义为有当中 设置的这一系列的值 其实都是从我们myutils当中的一些数组当中 取出来对应的一些元素 然后进行了一些复制 那么我们找到的这个索引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navshot的lens整体的长度-1 因为我们数组如果能存放7个元素的话 其实它的下坐标最大就是一个6 对吧 所以我们判断当前的一个索引位置 满足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一个myholder对象的imgview属性 调用它的setonclinkerlistener 这就给它设置了一个点击的监听实践 同样我们直接来new一下吧 我就直接new一个onclinklistener 那么这个onclinklistener当中 它会回掉一个onclink方法 在我们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就直接启动一个新的页面 你比如我startactivity 这里面要传一个影片的对象 我们就给它new一下 那我们从哪个页面开始跳转呢 从咱们getactivity当前上下文当中进行跳转 跳转到哪呢 我们起一个类名 咱们就叫做outcategoryactivity 第二class OK这个页面呢 我们还没有写 那么我们把它来写一下 来我们来到这个clinklistener当中 我们定义一个class 让它继承自activity OK拿到咱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同样调用它的一个onclink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个布局当中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来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页面 来这个页面当中显示出来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么大家针对这个页面应该不会太陌生 因为下面其实就是一个listview listview去显示一些数据 那无非我们要实现这个返回按钮 好 发展了一个布局 这个内容布局长成一种什么样式呢 就是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在这里面已经有一个listview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右半部分是一个listview 上面呢我们定义一个relative layout 最左边呢是一个imageview 一个箭头 那么中间就是一个全部的分类 好 我们进行适配数据渲染的时候 其实按照我们的listview进行渲染 那么我们先使用注解的形式 对它进行了一些的初始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适配 那么这种适配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调用我们category的list的setAdapter 来 我们又需要一个适配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让自己的一个类 成为一个自定义的适配器类 对吧 public class咱们就叫做myAdapter expense咱们的baseAdapter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时候已经把这个holder的一项 包括我们打的一些标签给大家拿到了 同样我们是将一个布局文件转化成一个view式图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布局 布局呢也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给了左半部分的一个图片 以及中间的一个testview 还有最后我们要显示的一个number数字 也就是针对我们当前分类的一些类别 到底存在多少团购我们显示在最右边的这一个testview当中 好 我们对这个数据呢已经进行了一个打标签的处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附用我们的一个convertview 但是大家注意我在复制的时候只对了我们 desc也就是我们显示的这种类别 以及它显示的类别的一张图片信息进行了复制 而没有对我们最后针对这个类别有多少数据进行数据的复制 为什么没有进行复制呢 大家来想我们这些数据是不是应该从我们服务器当中进行获取 对吧 所以我们后续会给大家讲到服务器当中 怎么去获取我们的一些团购类别的一些数据 当然这时候我们会根据不同类别来查询不同的一个数据户表 所以我们会放在下一个当中 给大家讲解一下怎么去操作我们的一个服务器段 好 有了这个convertview之后 那么数据呢就已经渲染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响应它的一个点击事件 那这个点击事件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左边箭头的一种点击事件 那么我们使用注册的形式给它来实现掉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点击的一个监听 并且在这里面呢 我们针对不同按钮的一个ID值进行一个不同的操作 使用了我们的一个分之语句 Swiss case 那么这个按钮呢就是点击返回 那么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当前的页面给它finish掉 那么我们就回到了上一个页面 也就是我们那个主页面 那同样的这些数据呢 我们上面匹配的这一些的数据呢 也是从我们的一个MyUtools当中获取的 我在下面呢也给大家定义了一个category 分类的一些类别 但是注意 我们这里面的分类呢 其实跟我们数据库当中的分类是一一对应的 因为我们要去查询的时候 是根据我们数据库当中一些类别进行匹配的 那数据库当中定义的一个顺库呢 其实就是全部分类 就是新单 美食 休闲娱乐 等等 那同样对应它的一个图片信息也是一一对应的 这里面要去处理的话 建议大家直接拿到数据 直接进行处理 好 我们写到这里面呢 进行一下保存 来 咱们看一下 你有一个MyAdapter 好 我们匹配完 进行显示 来到我们Fragment跟Home 来 我们保存一下 当前出现的问题 我们来解决 OK Grid Activity 来 我们导入一下包 OK 最后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Android Manifest当中进行一下注册 好 我们注册一下这个OKGrid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个页面 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好 我把我们之前的项目推出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个效果 已经运行起来 并且我们点击最后一个 全部的时候 它是来到我们那个页面 当中进行显示 点击反方按钮 同样 Fragment 是我们当前的页面 来到我们那个主页面 当然我们还没有实现 点击这一些不同的类别 所要呈现的一些效果 我们在后续当中 会给大家一一代入 那么下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从我们服务器端 去获取一些 具体类别的一些数据 既然已经分类好了 我们就要拿到 对应的一些分类 OK 这是我们本节课当中 给大家讲解的一些知识点 OK 本节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